接下來這位朱真瑤小姐 你可能不太認識她 不過她有個外號叫做第二名小姐 因為連續九年 參加超過數十場的選美比賽 從高中選到大學 但是一直都是得到第二名 不過她不但不沮喪 還把自己的選美經驗集結出書 和大家來分享 2009世界華裔小姐選美 嘉莉們輪流上台走台步 其中這一位穿著桃紅色禮服 來自台灣的朱真瑤 打敗中國和其他選手 獲得第二名的成績 27歲的朱真瑤 目前還是學生 九年來參加各種大小的比賽 補下數十場 堪稱是選美達人 但是她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就是第二名小姐 因為像2009年 在美國紐約的世界亞裔小姐 和2008年的世界小姐選美 她都只獲得第二名 讓她有些小遺憾 我當然會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就是也是從很青澀 然後累積那麼多經驗到現在 其實我自己已經覺得 我已經準備算是還算蠻充足的了 然後當然會有點二萬 不論是誕言活動走秀還是參加節目錄影 甚至2008年總統大選還當青年軍幫忙助選 朱真瑤甜美笑容總是擄獲人心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因為誰選美選九年啊有病啊 對啊 所以說就是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人生經歷啦 連續九年參加各種選美活動 現在還打算出書分享她的選美經驗 她從高中選到大學 選美這條路比任何人都還要長久 雖然始終是第二名小姐 但也堪稱是選美達人 中天新聞黃孟正一達文台中採訪報導 先連續墨清潮 一次測試一장을 如果更多就是屁股的角色